哈利路亚 新年快乐 弟兄姐妹平安 请问你们 有没有跟医生分享过见证 我是第二次 我太太也经常会跟医生传福音 最近因为我的耳朵听觉有点问题 后来孩子们说 爸爸你可能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结果最近去检查了 报告出来说 的确你的耳朵有点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很好 两个耳朵都非常好 可是就是年纪长大了 退化了 退化造成了耳朵听觉有问题 他说你必须要戴耳机 后来那个红医生 那是一个女的 三十来四十岁吧 我跟他分享广东话 因为他是广东 从广东过来 从小就移民到美国 跟他爸爸 我说你这么年轻就做医生了 你真的很幸福 很有前途 他说我是这里的ABC了 那么我说你啊 看起来我有两个儿子了 这样子我就跟他谈 我说你呢 他问我你呢 我说我是马来西亚人 他听了一下 我还喧 你来美国肯定是很久了 我说我来美国 也可以说久 但是我来美国 没有像你那么幸福 我就跟你讲 我来美国是五十岁 五十岁啊 他说 我来美国是捡垃圾的 洗碗打杂的 为了孩子读书 我说你今天是在哪行生意啊 做哪行 我说我是金马 哎呀 是我的客老 我是你大公司的客户啊 弹起来 大家非常 很多话弹 后来我说 我就把我的经历 人生的经历 大约 告诉了他 你知道吗 他一边听 一边抓着我的手 一边听 指负要掉眼泪了 我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我很感动啊 我很感动啊 曾先生 后来 我看到有客人要进来嘛 我不好意思再讲下去 因为我的见证要非常 要讲的时间非常长 他说你继续再讲 我给你时间不要紧的 结果我再跟他分享 后来 最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有去教会 他说 你们教会在哪里啊 我说五十四七 Litermate Parkway 是新的一个教堂 是丰收礼良堂 欢迎你过来 他一听 我说 他说没有什么时间 我说你把你的孩子 你家里面最大的产业 就是把孩子送到教会去 他听了 他说 我们有车接送 你在哪里住 他说 我就在Verset 很靠近 那么我欢迎你 我们看哪一天 我有空我邀请你过来 那么 他说 我也会写一本书 那么 你送给我一本书先好不好 我说好 就这样子 大家就分享了一下子 后来 我看到真的是 有人客人要进来了 我就不方便再想下去 你知道吗 最后 他站起来 抓住我的手 奇妙事情发生了 郑先生 我给你教会一千块 哇 Hallelujah 我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 他说 我感动 我说 给你一千块 我再忍了一下 我马上去决定 现在叫小姐那边 给你 捡了一千块给你 那么 我看来 我就说 好啊 这样子 我就听了这句话以后 接着我就想 是比受更为有福 是比受更为有福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我上两个礼拜 我上两个礼拜 double 祝福 给教会 就是双倍的 把金钱 奉献给教会 叫现场资金 感谢主 今天我能够跟大家 弟兄姐妹分享 希望你们大家 不要看 人的 他的 职位多高 或是说 哪一行业 只要被 圣灵充满你 感动你的话 你说出 你的见证 我相信 会得人如得宜的 好 谢谢大家